大家好 欢迎收看老明的频道 1983年的6月9日 除了萨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之外 世界显得异常的平静 同一天 远在东方的广州城内 省基建部门正在月秀山施工 突然 工人们发现土层下面有一块平整的石板 透过石板份向下看 地下黑乎乎一片 似乎是一个巨大的地洞 撬开一面大石板 有个胆大的工人将身子探进去 用手电一照 好家伙 里面居然是一座庞大的地宫 这一天在阴历上是鬼亥年 五月 五晨日 皇历上写着 济安藏 洞土 真酒 老祖宗一语成衬 这一洞土竟然把亡灵给挖出来了 最神奇的是 这座亡灵的主人 想要偷学统治阴间的法术 他是谁呢 为什么说他在偷学法术呢 让我们从头说起 广州岳秀山的香港古墓 从一开始专家就非常的明确 这一定是一座王侯级别的大墓 首先是墓室的规格高 排除墓道不算 南北长10.85米 东西宽12.5米 建筑面积100多平方米 听着好像不大 但这可是挖空了整块石山的墓室 在2000多年前 工程量是惊人的 墓穴整体中轴对称 地宫共分期间 每个墓室都有独特的功能 其次是出土文物多 总共出土了1000多套珍贵文物 大边中 大铜器 再加上各种精美的金玉制器皿 完全称得上是汉代艺术品的宝库 墓中最珍贵的文物之一 就是墓主人身上这套私旅御衣 过去大家都听说过金旅御衣 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私旅御衣 这件御衣最奇特的 也是最有讲究的 就是御衣的头套部分 大家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在天灵盖的位置上 居然有一个开孔的御壁 这是人体百慧穴的位置 所谓百慧就是百脉与此交汇的意思 过去讲 人如果晕厥可以试着去拍百慧穴 在《史记扁鹊仓宫列传》里记载 国国国君的太子昏迷不醒 扁鹊就是用针灸赐太子的百慧穴救活了太子 芋头套上的这个孔看似简单 实则意义非凡 专家们推测 玉壁中的孔是人死后灵魂离开肉体的通道 灵魂可以从这个孔出来进入到阴间 那么这座大墓的主人到底是谁呢 在墓主人胸前发现了一枚龙钮金印 把金印放在了胸上 可见这个印有多么的重要 考古人员一看上面的字 啥都别说了 这是一枚地印 印上刻着文帝行喜四个字 除了这枚印以外 棺果内残存的牙齿和颅骨也是有利的证据 通过分析 确定墓主人死亡时年龄在40到50岁之间 只有第二代南越文王赵末与死者的年龄符合 最终专家们得出了结论 南越王墓的主人就是第二代南越王赵末 赵末尔贵为南越王 拥有御医完全符合他的身份 但是这件御医却非常的奇怪 所有两汉时期出土的御医 完整的不完整的都算上 总共有70多套 级别最高的叫金吕御医 比如说满城汉墓的金吕御医 御医上的玉片呢 由金线连接起来 还出土过银吕御医与铜吕御医 连接线就换成了银线与铜线 但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私吕御医 御医样式更加奇特 它是对金的 这种样式的御医呢 在全中国都是独一份 秦汉时期讲究后葬 有什么金银珠宝 香车宝马美女 都要陪着墓主人埋到墓里去 这叫誓死如是生 那个时代的人认为 人死了之后会进入到地下的世界 也就是阴间 阴间与现实世界是一模一样的 比如说秦始皇陵 在离山下建立一个超大的地宫 有兵马俑陪葬 就是为了让秦始皇在阴间里 继续当皇帝 所以说古人对墓葬的仪式 是非常讲究的 那是一步都不能错 错了就很可能影响墓主人 死后的身份与地位 既然讲究这么多 那为什么赵末的御医 与其他人的御医不一样呢 要想搞明白这个问题 我们先要谈一谈南越国的建立 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统一中国 随后就南征百越 秦一共派遣了50万大军 用了十多年的时间 才完全征服了今天广西广东地区 秦始皇就在这里设下了桂林南海 象郡三郡 秦始皇死后 胡亥继位继续施行暴政 但是胡亥呢 又没有秦始皇的能力与威望 所以引发天下大乱 各地都起兵反秦 实际记载 当时岭南地区的首席军政长官 南海郡卫仁霄得了重病 在此前 他就将他的副手 龙川县令赵佗 交到了身边 仁霄对赵佗说 项羽与刘邦聚重起兵 争夺天下 岭南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 与中原地区的交通 主要就是武岭之间的五条要道 只要占据了这五个关口 中原的部队就很难打进来 岭南有数千公里的土地 他建议赵佗在这里建立一个国家 今天看来 这个仁霄是个大战略家 很有眼光 他一语点醒了赵佗 仁霄死后 赵佗就断绝武岭官道 新兵自首 自立为南越国王 史书上记载 赵佗还曾经给秦始皇上过书 说岭南的将士都在打光棍 没娶老婆 请从内地送三万女同志南下 与南征的将士组建家庭 按照今天的话说 有利于建立一个和谐的岭南 秦始皇一看 三万妇女太多了 没同意 最终组织了一万五千名女性到岭南 因为那个时候 还没有汉人这种说法 这些人就是最早移民到岭南的华夏族人 在赵佗的移民大军进驻岭南之前 岭南地区的主体是岭人 在汉书地理制中说 自交纸至快级 七八千里 百岳杂楚 各有种姓 也就是说 从今天的越南北部 一直到浙江的绍兴 在当时都是岭人的地区 因为种姓很多 所以就称为百岳 南岳国的实质是什么呢 说白了 就是一群中原人跑到了百岳地区 征服了原住民 在岭南 按照中原地区的制度与文化 建立了一个国家 仅凭着区区几十万中原人 能够在岭南这么大的地区 安身立命 实话实说 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靠的是什么呢 除了赵佗本人的能力以外 主要就是依靠先进文化的输出 我们再来看看赵墨的御医 整件御医长度1.73米 由2291片玉片组成 共有11个组合体 用珠红色窄丝带对角粘贴 组成了菱形的网格纹 四边以宽丝带粘贴 边缘以丝织物缝合包边 称为丝铝 御医中间对筋 与其他的御医前方没有开口 完全不同 现在我来试着解释一下 赵墨的御医为什么如此的古怪 以下的观点 纯属个人的猜测 说的不对的地方呢 也欢迎大家指证 丧葬制度 在人类的任何一种文化中 都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尤其是贵族的丧葬制度 通常这都是秘密的 不能轻易的告诉老百姓 在古代有一个专门的词 叫做不能僭越 如果地位低下的人僭越 用上了地位高的人的丧葬仪式 死后他在阴间当了侯 当了王 那怎么行呢 所以汉朝王侯的丧葬制度 南越国是很难知道的 但是对南越王来说 那就不是想不想知道的问题了 那是一定要知道的问题 所以就高价悬赏 谁能告诉我 汉帝诸侯王的下葬制度 重重有赏 于是西汉王朝的某个人 可能这个人有点身份 但又不是王族 他跑到了广州 向南越王报告 说汉王的丧葬制度 是如何如何 汉帝的诸侯在下葬时 都有御医等等等等 但是御医的规制 他又说不清楚 不得已 岭南的工匠们 就按照他的说法 再加上自己的想象 最终就做出了这么一件 与中原地区相差很大的御医 所以在节目的开头我说 南越王其实是在偷学王葬的仪式 以上说的这些 纯属猜测完全不准确 只是试着还原了一种可能性 然而无论如何 南越王最新中原文化 那是肯定的 这一点从墓中出土的精美文物 就可以看出来 一方面南越王家族本身就是中原人 赵驼的老家就在今天河北省的郑定县 中原文化本来就是他们的根 另一方面想要统治岭南地区的百岳族人 他们也迫切的需要文化实力 这种软实力来佐助 这就是广州南越王墓带给我们的启示 最后我再聊两句个人的看法 今天中国的版图上拥有两广之地 南越国公莫达言 南越国虽然只存在了93年 五代君主 但是他们却将中原文化带到了百岳地区 为其后汉帝国收复岭南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也再次佐证了 真正的征服并不是战争的征服 而是文明的征服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聊